創下刚看到的是昨天晚上CNBC的专题分析 华尔街现在很严肃的看待川普的关税政策 因为这个税率磕下去 那全球化不但确定直接终结 而且美中之间的脱钩一定脱向一个更大的裂痕 只是从今年的两党开始初选的时候 川普就已经一直把关税这个话题 当成他的一个方向 从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一百 甚至有些要百分之两百 但是先前时候大家只是看到报道一下川普的这种说法 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严肃的来讨论呢 是因为看起来川普的那个看好度越来越攀高 共和党的一个团结的气势 整个士气如虹 所以现在对中国百分之六十起跳 甚至可以高达百分之一百 对其他各国百分之十全世界面临一个 从整个19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低关税的时代 变成一个重大的考验 那川普现在气势强到什么程度呢 当他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时候 诱饵包着纱布出来的时候 整个共和党的支持者真的把他当成天选之人 所以那个气氛之嗨跟他在那边叫致敬 而这个整个气氛之下呢 在过去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跟他激烈竞争 虽然是在落后 但是一直是很强硬竞争的海力 都站出来站台了 而站台的时候海力呢 特别讲说是 我今天是坚定的支持 川普 我是以团结之名 共和党要团结起来 他告诉下面的观众 你们可以不必百分之一百的同意川普 但是不需要百分之一百的同意川普 我们就是应该要支持他 而那个佛州的州长德昌提斯呢 也去站台了 同样的去呼应到 现在美国里面比较新奇的保守主义 那个对于移民的状况 他坚决的反对 任何背离美国价值观的新移民 美国是希望是一个民族龙奴 是希望移民进来 但是反对美国价值观的 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的立场 也就出来了 而且德昌提斯呢 在这结果end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现在共和党 一个选举里面最核心的机制 他的ante里面也是学着川普 手举起来fight fight fight 然后下面的人就全部嗨起来了 然后当然整个川普里面 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切最关切的 当然跟台湾有关 但全世界更care的就是关税 那川普里面特别提到了 是整个中国60%到100% 而他的一个副手凡思呢 更列出了什么电动车啊 各种的传统工业啊 铁啊 这个原物料这些 关税都是不断的在拉高 而且都是针对中国 然后当然欧盟现在很有压力 因为欧盟现在的话 也都10%的关税 对欧洲的这些国家来讲 如果对付他们 就是这个样子 欧洲的经济 欧洲的通膨 都是一个新的压力 而且川普呢 支持呢 整个企业税要往下降 所以他也得到了 很多加州戏骨 从1990年代 他们都是共和党 民主党的支持者 现在呢 募款呢 也越来越增多 看起来整个川普 都不变成是转到这边去了 而在这个时候呢 拜登 民主党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很少人公开在讨论 换拜的事情呢 因为呢 一个是这种气势之下 就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 第二个呢 拜登呢 也非常强硬的讲说 除非被火车撞到 他绝对不会退选 然后这意志很坚定 那这种坚定里面呢 也跟这个 美国是绝对的 双塔社会的对立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最新的 路透社民调出来呢 川普43 拜登41 然后这样一个 拜登是 两个误差范围之内 好像现在一定要换掉拜登 民主党也说不下 虽然私底下 还有很多大佬 还在讲 甚至有人去游说 陪洛西 你要不要出面来开 但是这个气势是没有 但是另外一个 这个民调里面 更让大家觉得 整个未来缺买 不确定风险的 是 有高达 84%的人 很担心 这场总统大选 会让美国 陷入了 失控风险 这个失控 并不是讲说 他们的政策 而是因为 人家连枪声都开了 这种社会上的混乱 思绪 暴力 然后5月的时候呢 其实这次的美国大选 本来就已经是情绪上很激昂 5月的时候是74 这一颗枪之后呢 又变成84 所以美国现在整个总统大选 未来四个月 大家其实也很担心 整个变化会怎么样 但是呢 不管怎么看呢 目前为止呢 拜登的选举的时候 是很气势的 那气势里面 拜登的气 就是不如川普 所以刚看到了很多矽谷的 整个创投 尤其是凡思 凡思也曾经是 矽头的创投投资者 有这样的经验 加上他本身呢 第一个他又年轻 他本身出生以后 就是资讯革命时代的一环 他本身在开始就学之后 就是1990全球化 矽谷崛起 这样的一环 都可以对民主党的 传统炮仓加州 造成一大的影响 而在这个影响里面呢 我们的伊隆马斯克 他现在又找到了一个理由 他已经决定 支持川普 然后另外一个 他又非常生气 因为美国现在整个 保守主义的思潮起来 所以加州通过了 一个新的法案 就是性别 如果学生啊 在学校里面 改变性别 改变性向的时候 不必要通知家长 那对美国这种传统的 保守主义的概念来讲 是一个分路 所以他决定 要把整个SpaceX的总部 从加州半岛转出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